汽止内沟溪的赏银步道 在这几年的经营之下 不但是沿途种了许多樱花 也开始出现萤火虫的生硬 只是边坡排水不良 只要是一下雨步道 就会出现积水的情况 在上一次的会刊后 碍于经费问题没有下文 所以今天上午 议员周亚林服务处 再次邀请相关单位人员 到现场会刊 也决定由水利局边经费 施作排水沟 指着靠近彩虹桥步道边 民众抱怨 虽然雨停了 不过这侧边沟里的水 还是流得很湍急 只是没有完善的排水沟 只要以下大雨 整个水就往步道来慢流 环境张乱也湿滑难走 说这个啦 这粗粗来这凹就够 这不够的路来 这就够不够 这是我们这里的人都看到 水是不是这六港 在搜一下 水那六港 那我们希望的就是说 切切实实的把这个排水的问题 能够解决 包含说在步道中点 这边这个小公园这边 这边的排水也是一样 一并的解决 因为每下大雨的时候 就会 那个排水纤线不良 就会造成说 我们这边所种植的樱花 就造成夭折 每一次下大雨 或是台风 那整个路面 整个都淹水 上次会看过 但是我们公所没有经费 我们现在请 我们的市政府水利局 来编预算 同一个地点 前一阵子也会看过 不过碍于经费没有下文 所以这次在邀吉 市府水利局来看 因为沿着步道边 本来有水沟 但是现在都被杂草土堆给占据 会看也要求是做一条完善的排水沟 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请水利局来会看 希望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简易的排水沟 让我们山边的水 有一个去处可以流向 这样我们的路面 我们所种的花花草草 就不会淹死 内沟西靠近彩虹桥的赏银步道 不但沿路种了樱花 生态也变好 会看之后水利局 也将边经费 是做排水沟 导引边坡流下来的水 提升这一带的休闲环境品质 蒋成慧林 细致采访报道